饭 酒 都是真的 好 准备 警察 别动 你有权保持沉默 但是你所说的每句话都将成为诚堂证供 卡 谢谢 你们觉得怎么样 形象倒是挺合适的 林月威 果实娱乐的人 是的 导演 你知道都市迷雾是刑侦剧 对演员身体素质要求比较高 如果让你提前进组培训的话 你能坚持吗 可以 没问题 我平时也有在锻炼 你们公司陈总 已经派了一个人来试镜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的经纪人呢 怎么没陪你一起来 他太忙了 好几个人要他带 辛苦了 回去等通知吧 我喜欢你的表演 好的 谢谢导演 二号张银轩 请进 我事情结束了 你还在公司吗 在 这么晚了还没走 要加班 什么时候结束啊 我现在过来接你 等你到的时候 我差不多就结束了 好 建交文学城玄间原著 那两个兄妹在增加产呢 兄妹 那不是只有一个男子吗 哪有冒出来个妹妹啊 人家一直都在 今天才为他哥点发身份呢 你知道吗 小古董下班了 嗯 就这个 刚走过去这个 久等了 我也刚来 你是不是忘了你到的时候 给我打过电话了 那也没等多久 到你下楼还不到十分钟 我不习惯叫别人等我 那都是你等别人吗 那要看是什么人了 比如像你这样的 可以等一等 今天事件怎么样 很好 我估计导演已经打电话 给我经纪人了 我准备这么长时间 就是为了赌这一把 只要导演去找陈轩 计划就成功了一半 你觉得你经纪人 会把女儿给你吗 如果她真的给你了 就说明她没有 再刻意打压你 估计过不了多久 这个角色就会官宣 方小小出演女儿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你那一百多万 就得花出去了 花得值 值不值要看角色的意义 万一我没红 那就不值了 不会 要是没成 下次再试就好了 这一点损失 我还是能承担得起的 三百万而已 三百万而已 她到底有多少家底啊 手头上暂时就这么多 如果她还需要的话 就得变形一点资产 你对我就这么有信心啊 直举 到时候你红了 我请你给我公司打广告 你给我打个折就行 对了 你有专业的水军公司吗 这事绝不能让你经纪人 发现一点秒头 放心 之前比赛的时候 我让江从毕请过 还挺靠谱的 那就好 耳时如来道场众害 蜥蜴云记 无边品类 奏扎变满 行色不从 各个差别 随所来方 清净时尊 一行瞻仰 洗完了 你不看书了吗 不看了 早点休息 我记得你明天 要坐飞机去看你姥姥吧 晚安 晚安 睡觉的时候 记得抓住我的手 不抓住你 你会跑了吗 谁知道呢 那我可得抓紧了 嗯 好了快睡吧 我会抓住你的 晚安 晚安 什么东西啊 主婦 嗯 破案了 我说最近晚上 怎么老敢就被张玉缠绕了 合着是你 乖 快松开 我可不是你的抱枕 我可不是你的抱枕 你不要 你 你 不是吧 我才说你一两句就生气了 你就是要梦游去哪儿啊 给我回来 乖乖的 不许痛 顾燕雄 快睡觉 顾燕雄 顾燕雄 秋 秋秋 皮卡丘 我抓住你了 顾小姐 这是你姥姥在那个养老院 我联系过养老院的方主任 她会亲自来接你 嗯 麻烦流探了 老刘 来了 这位就是你说的高老太太的外孙女吧 方主任您好 顾小姐不用客气 咱们先进去吧 好 这次带顾小姐来 主要是想看看高老太太的身体怎么样 情况好不好 老太太记性还是不大好 你知道的 她这个阿兹海默症啊 只要情况不恶化 就谢天谢地了 你之前不是告诉我说 神女士来过几次吗 是来过 从老太太来养老院开始 每隔半年就来一次 老太太有时候认得她 有时候又不认识她 不过神女士 每次来都会送礼送钱 祝福我们好好照顾老太太 她每次来的时候有人陪她吗 我想想啊 她身边还有个中年男人 但那男的基本上不陪她进去 是这个人吗 是她 我爸既然来了 怎么不进去 顾小姐 走廊镜头在窗户旁晒太阳的那个 就是高老太太了 谢谢 顾小姐 怎么了 你小心一点 老太太有时候 尤其是见家里人的时候 心情不好 会动手的 我会小心的 您去忙吧 老太太的护工就在旁边 有事你喊一声就行了 您是 高老太太的外孙女 我有些话想和姥姥说 能不能请您回避一下 高老太太的情况不太好 我怕 这样吧 我站在走廊的另一端 听不见你们说什么 但是一有情况 我能赶过来 您看行吗 麻烦您了 您客气了 姥姥 谁啊 您还记得沈淮渔吗 我是她的女儿 您的外孙女 不认识 不认识 姥姥 姥姥您看一眼照片 就能想起来了 就看一眼好不好 我妈妈才来看过您 您不记得了吗 哪走 哪走 姥姥 你挡着我了 顾小姐 顾小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小方 让她走 把她赶走 这 顾小姐 你好好照顾她 我先走了 喂 喂 我跟你说 这个病毒 你怎么了 没什么 顾小 真的没事 你是不是又哭了 下一个另外给我 真没事 就是刚刚和几个熊孩子玩 气的 你也哭了 要么你三岁 要么我三岁 我给你三秒钟发力 否则我就跟你绝交 我 我就生了好几天的气 晚上别再跟我一起睡了 你自己莫容去吧 四川省武市高山县 位置比较偏 从机场下来还要转动车 到的时候 你跟我说一声 我去接你 我坐最早一班飞机过来 我坐最早一班飞机过来 您没事吧 要不要敷一下 不碍事 您坐 哎 老太太啊 神志时好时坏 好的时候 露着沈女士可亲了 不好的时候啊 也是对沈女士非打即骂的 你来得不凑巧 她骂什么 啊 您不是说 她对我妈妈有时候非打即骂吗 她骂什么了 哎 就那几句嘛 说来不好听 那她清醒的时候呢 有没有说过什么 没有 什么都没有说过 没有 方主人 我们名人不说暗话 顾怀 就是陪我妈妈来的那个人 给了你多少钱 我可以给双倍 不是 顾小姐你 你们是公立养老院 我怀疑你受贿 向老人家属隐瞒实情 和高老太太有直接血缘关系的 是我这个亲孙女 她顾怀有什么资格要求你向我隐瞒 方主人 你想清楚再说 钱重要 还是后半生重要 哎 其实这些事我也不太清楚 这是高老太太骂的时候 我听到了一两句 什么 我和你爸绝对不同意你和他在一起啊 嗯 你走了就别回来 这样的话 还让我们把沈女士赶出去 但沈女士一直没有怨言 看样子还挺愧疚的 和赵叔说的一样 可是我爸当年正是事业有成的时候 外婆她们为什么不同意 她们知道何松军了 顾怀 顾怀为什么不陪我妈一起进去 这我真不知道 那你还知道别的吗 不知道了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如果想起什么随时打给我 这些钱是给你的报酬 这 这钱我不能要 就当我作为家属的一点心意 收着吧 顾小姐慢走 麻烦你替我转告顾怀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枪 她如果要耗 我奉陪到底 你 你不是说还找到了我姥姥入院以前的邻居吗 帮我约一下 我下午要见 好 如果方便 还麻烦你查一下顾怀结婚以前的事 尤其是和贺颂军那段 放心 道仇同样丰厚 顾小姐客气了 小姐 房号报一下 燕秋 302 之前说过的加一个除 好的 麻烦出示一下新房客的身份证 给 谢谢 好了 您收好 嗯 走吧 晚上想吃点什么 我不吃晚饭的 你忘了 抱歉 行了 在我面前有什么好伪装的 我又不是没见过你哭的样子 我觉得我有必要解释一下 嗯 我一般不哭 只是这几次刚好都被你碰到了 而且我没哭出声 你打电话来的时候我都没掉眼泪 嗯 你可坚强了 你说的都对 你现在还烦不烦啊 烦 要不要抱一下 这里没有别人 好了好了 我现在来了 你坐这么久车也累了 好好休息吧 我不累 咱们坐着聊聊呗 好 你最近不忙吗 那个女二的剧组什么时候开机啊 再过半个月开机吧 估计角色下个星期就要官宣了 情好水军了吗 没有 但我想到了个别的办法 运闻奇想 我想把方小小的黑料 都给杨树他们两个 这两个人是 方小小的对家 这两个人和她在同时竞争M牌的代言人 和方小小一样都是二线女性 不过出道比方小小早 人气也比她高 你想 借刀杀人 如果他们觉得这个料不值得报 或者不值得花钱 怎么办 这个料很实啊 我挖出来这个料花了不少钱呢 如果能黑它一笔 为什么不报 所以 这种为了资源黑人的手段 其实在圈里很常见 嗯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样特别卑鄙啊 只是为了一个机会 就下手去黑童经纪人手底下的艺人 不是 真的吗 真的不是 我觉得你这样特别有魅力 就是电视里演的肖雄 会答目的不择手段 这不还是说我不择手段吗 你报的黑料是她自己做过的事啊 今天你不报出来 将来也会有人报的 天理循环 报应不爽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上门 这粉丝滤镜得有三尺后吧 什么 我问你啊 假如 我是说假如啊 有一天你看到我杀人了 会不会在旁边鼓掌说 杀得好杀得妙杀得呱呱叫 谁让你撞到林月威刀口上了呢 那倒不会 看你的个人意愿吧 如果你想逃 我帮你处理尸体 如果你背负不起一条人命 我就帮你打妖灵 报警自首 然后等你出院 怎么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回答吗 为什么 过来 你绝对不会杀人的 嘴上说说话 又不用负责任的 自然是 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顾雁秋 不过我说的是真的 我 就算你哪天真的杀人了 记得给我打电话 真是个直男 我困了 我们明天去干嘛 去见我姥姥 你外婆 你今天哭 是不是和你外婆有关 明天有我在 放心 我好像 还一直没有和你好好说过我家里的事 嗯 其实贺松军 是我爸的初恋 他们在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 在一起之后一两年 也到了谈会论嫁的程度 只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成 我爸就遇到了我们 3 7 5 3 5 5 6 5 6 5 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这悄然的心机 我们深藏心里的默契 不是刻意的聚焦 你前来的刚刚好 可爱是你最爱的法宝 留抱一下好不好 走不开逃不了 感受片刻万存的美好 眼角映出来的笑 陪你轻易捕捉到 原来爱情真是多奇妙 遇到你我才明了 见不了忘不掉 是你给我的 专属味道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倒数还数三二一 故作别扭的小脾气 从那斗气到无情 考验我的不离不弃 爱得我对你死心塌地 光是爱你这件事 我总能拿第一名字 无需再做选择情 你是我唯一目的地 一直都在等你的靠近 Zither Harp 明知古文的巧妙 关怀卑制的美好 分开一分一秒都能熬 脱离不开你的怀抱 说不清到不了 是不是你给我下了套 想念在心头营养 想陪你慢慢变老 离聚都变得不再可靠 就算是全套 也要逃 我不是恋爱的 却被你迷倒 生魂年导 在心头 我想想想想想想想 总统一些长沙厚的脑袋